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上禮拜就有說過普丁 這次自己跳下來 他自己在已經在做一些指令 他大概對部隊過去的 這一陣子的時間的表現 不是很難以 對 所以他自己上來 但是上來是要向烏克蘭進攻嗎 我完全不是這樣認為 我認為他其實 現在做的方式還蠻明確的 就是我讓這四個州 做入二公投 公投完了之後 這四個地方就變我領土 那他在烏克蘭這邊的活動 對他來說就到這邊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如果你烏克蘭不承認 繼續要進攻這個地方 那你就進攻俄羅斯領土 那我就要予以反擊 他要的就是這個 但如果只有烏克蘭反擊 那就是傳統戰爭 如果你北約也派部隊來 你要協助他躲在這四州 那抱歉 核武戰爭可能就要出現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對 我覺得他的態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布林肯什麼私下溝通 什麼讓他了解核威者 人家就是因為知道很可怕 所以才在威脅你啊 不是嗎 一直 你這麼喜歡跟人家私下溝通 那是什麼意思啊 這有什麼好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私下溝通的 當然他就是因為知道 所以才要威脅你 不然他威脅你幹嘛 然後呢 我一直覺得拜登每次講話都很奇怪 在2月24號戰爭爆發之前 你拜登就不應該透露出那種訊息 就是美國絕對不會出手 結果你不是就等於是告訴俄羅斯 你打吧 反正我不會出手 對 你打吧 對啊 現在又是說你打吧 現在一開始這個要 如果公投訊息傳出來的時候 拜登就說 那個我們絕對不會讓核武戰爭發生 那不就告訴大家 那他拍誰我美國不會去 對 不就這個意思嗎 他現在說要是過了 我就讓俄羅斯 經濟代價付出更多 就還是經濟 還是制裁 我看聽到這句話之後 瑟瑟發抖的應該是歐盟吧 對 你上次要俄羅斯付出代價 結果我們歐盟就慘兮兮 這次你要不要額外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要更慘 我們要額外再更慘兮兮一點 是這樣嗎 不然的話 你到底要怎麼樣去制裁俄羅斯 我也想不出來 你已經快把歐盟制裁死掉了 所以我覺得 這種說法 一點威嚇力都沒有 普丁如果你這樣講講還會怕 那也不是普丁 而且正常人都不會怕 因為你能做的你也已經都做了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整個局勢 完全沒幫助 那我個人認為 他們會這樣講 然後媒體又這樣配合 我覺得美國雖然嘴巴上 永遠不會承認這四個州 就好像他也不承認克里米亞 被俄羅斯上去 但不承認 我也不會做什麼事 不承認就是我也沒否認 對啊 不承認我也不會去幫你搶回來 像中國大陸也沒有承認克里米亞 我相信中國大陸也不會承認這四個州 那就是大家就反正對俄羅斯來講 我管你承不承認他就是我的 中國大陸俄羅斯也沒有承認克里米亞 也沒有去幫忙塞爾維亞 把克里米亞搶回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普丁的想法很單純 我已經造成繼承事實了 你喜不喜歡那是你家的事 有種你就來打 那既然沒種來打的話 那大家是耗子 我覺得普丁的想法非常的單純 所以接下來 我反而認為 就是像俄羅斯人講的一樣 只要你美國不要源源不絕的 對基輔這邊提供武器的話 這個戰爭可能會開始趨緩 也就是因為 接下來對俄羅斯人來講 你打我領土試試看 那30萬的徵兵 其實就是準備要應付這個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 烏克蘭大概也要謹慎考慮 所以烏克蘭才會開始 轉換方式要求中國大陸出手 我覺得局勢的演變 大概也蠻清楚就是這個樣子 比我講沒錯 我想烏克蘭應該也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美國恐怕也幫不了他什麼了 那怎麼辦 又不能認慫 美國不給武器 那我就跟中國要武器 你還真有種 現在烏克蘭居然對中國 拿出了強硬態度了 這是澤倫斯基 膽子肥了是吧 對中國開炮 澤倫斯基怎麼說 他說中國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 模棱兩可態度曖昧 跟習近平通話都很難 他都不理我 說中國忽視烏克蘭正在發生戰爭 希望烏克蘭能獲得中國的援助 另外在之前 這是副總理 這個伊琳娜就說了 中國沒有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與大國地位不匹配 所以現在烏克蘭是在向中國施壓 要求習近平要給澤倫斯基武器 來打俄羅斯嗎 不給你就不配叫大國嗎 我們回顧一下 八月初的專訪 當時的澤倫斯基還很尊重中國 他說我們理解中國的立場 希望中國可以藉由經濟實力 和國際影響力 向俄羅斯施壓調停俄烏戰爭 八月希望你幫我談一下 幫我喬一下 現在九月居然恐嚇中國 不給武器不配當大國 什麼原因導致烏克蘭的態度轉變呢 那中國會吃他這一套嗎 來 我們來看 這是九月二十四號 我覺得這個推特非常有趣 這是華春瑩 這個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PO的照片 還有文字 我們先來看照片 他先PO了一張美國的C腰管 這個軍用運輸機 還有中國大陸的運二十運輸機 然後寫下了五個字叫做破壞與重建 什麼意思呢 美國的C腰管拿來幹嘛 輸送坦克看到沒有 坦克在這裡 那中國的運二十在幹嘛呢 來 我們來看旁邊 中國的運二十它是輸送武器嗎 不 它輸送的是 烏茲別克的援助防疫物資 所以華春瑩 似乎是在用這一篇推特 來告訴烏克蘭 有人搞破壞 有人搞重建 如果你期待我們跟美國一樣 輸送武器搞破壞 那我們辦不到 如果你希望我們在物資上面 幫助你重建 幫助你的人民渡過難關 那我們可以幫忙 我想這個中國的態度 透過華春瑩的這個推特 向澤倫斯基應該是表達得很清楚了 大使 現在烏克蘭真的絕望了 這個北約頭大了 美國拿不出辦法 我跟你講這個過程會非常簡單 以那個克里米亞的那個過程 它這個將來變成俄羅斯領土 它還有一個還有二十一天的時間 二十七號嘛 二十七號 投完以後一定是通通四個通通要加入 然後俄羅斯會跟這個四個國家 分別簽訂一個條約 就是說我們讓你加入 然後俄羅斯接著要在他的國會修改憲法 修改憲法 克里米亞大概花了二十天 那修改憲法就是說 正式把這個同意 把這個四個國家放到俄羅斯的領土裡面 然後呢正式整個法律程序完了以後 就是說那俄羅斯憲法裡面提供說 要這個國家要對他所有憲法裡面的領土 提供安全保障以後就正式生效 法律程序完了 那所以就是說現在 德倫斯基跟這個整個北約 還現在就要二十二十天左右 二十二十一天 之後他絕對不敢打 動都不敢動 德倫斯基現在在等美國 那他現在對中國大陸生氣為什麼 他有一點情緒 我的推測 就他曾經希望中國大陸扮演 一個說服俄羅斯的角色 對中國大陸提供了怎麼講呢 有寄予比較大的希望 可是沒想到 普丁這個大殺招 最後一出來以後大家就殺眼了 德倫斯基怎麼能接受呢 因為他就變成 烏克蘭歷史上 割地賠款的一個領導 而且他無路可走 他無路可走 他打也不是不打也不行 他沒辦法打 我想絕對沒辦法打 絕對沒辦法打 那德國 德國已經講了 我現在武器就不要給了 你不要用武器去打俄羅斯領土 德國也講了下面 我剛剛都不想講 德國說我也不給你武器了 開玩笑你 你武器就給我打俄羅斯 俄羅斯 基本上 你知道現在低當量的核武 不需要飛彈打 對 低當量核武用榴彈炮就打過去 碰一個榴彈炮下去 你能怎麼辦 戰略性戰術性是不一樣的 對啊 你能怎麼辦 美國今天 好了今天你俄羅斯在 烏克蘭土地打了一個低當量的 不管是百萬噸還是十幾萬噸的 大概毀掉 毀掉方圓五公里 有生物質通通給你消滅掉 你美國你能怎麼回應 譴責繼續什麼經濟制裁 有用嗎 打一顆以後全世界震驚 這就是俄羅斯告訴二次大戰以後 告訴世界所有國家 你要動我的領土就是這個下場 你要不要繼續動 美國說你敢去打烏克蘭 我也丟一個低當量的 我也射到你俄羅斯領土 那完了 美國的所有城市都陷入 我核武的威脅 你想美國會這樣做嗎 歐洲還有兩個核武國家 英國法國感動嗎 沒有一個國家感動啊 那一個核武就震懾了 而且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是用會 我是沒有限制的 我用各種手段 我都來保護我國家的領土完整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這個 這個哲倫斯基 還有這個歐盟整個陷入怎麼樣 陷入一片仇雲產物 找不到出路了 找不到出路了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場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嗯 就這樣結束了 就是明天這個四周公投 如果確定都過了之後 就結束了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夠 掃一下 來QR Code